近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甘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以色列军方正在准备军事打击伊朗核武器设施的计划 如果到时美国不愿意协助的话 以色列会单独行动 以色列在国际上一般都是跟随美国的脚步 虽然接受着美国的保护 但是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以色列 在美国也掌握着大量的话语权 只是近年来两国的隔阂越来越深 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尤其是在中东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歧上 以色列的总理内特尼亚胡 对美国总统拜登直接放出狠话 警告拜登不要玩火 那么拜登上台后到底做了什么 让以色列如此愤怒 中东会因此发生一场大战吗 欢迎点击并关注我们 本期视频将带大家一探 以色列与美国翻脸背后的玄机 俗话说的好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 最近以色列的举动让美国非常头疼 因为以色列在国际采访中声称 已经拟定了对伊朗的作战计划 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事情的起因还是因为拜登上任总统后 要改变特朗普一开始制定的对伊朗的政策 想要重新和伊朗进行和平谈判 重返伊核协议 这个举动让以色列的高层极为不满 尤其是以色列的军方 以色列的最高将领 国防军的总参谋长表示 正在重新准备对伊朗的作战计划 同时他还威胁拜登 不要意气用事 更不要惹祸上身 一个只有932万人口 2.5万公里国土的小国 是哪来的底气对美国叫板的呢 虽然以色列的体积很小 但是以色列曾经与整个阿拉伯势力 打了足足5次中东战争 无一败计 这些胜利的背后 除了有美国的支持外 以色列本身的军事和科技势力 也不可轻视 本来以色列和美国在很多方面 都有相同的利益 可以说是穿同一条裤子走路 以色列不仅是美国的拥护者 也是美国忠实的跟随者 当美国想在中东谋取利益 搞事情又不好亲自动手的时候 以色列就会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言人 赴汤蹈火冲在第一线 充当美国的打手 多年来尽心尽力的充当美国的小弟 让以色列自中东地区树敌众多 这导致很多不满美国的恐怖组织 打不过美国时 就把气撒在以色列身上 形成了反美就是反乙 打以色列就是打美国的脸 这样一个国际认知 因此 以色列为了对付这些恐怖组织 建立了极为严密的防空系统 所以最近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 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在空中所绽放的大烟花 2020年上半年 以色列多次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境内的 亲伊朗势力 发动了多次不宣而战的空袭 2020年11月 伊朗的一位核物理学家 更是被当街枪击 被打成了马蜂窝 对于此事 外界普遍猜测 是以色列的暗杀小组摩萨德做的 而这种在他国暗杀科学家的行为 其幕后多半是由美国下令 以色列才能做到的 综上所述 以色列对于美国的命令 基本都会执行 因为两国长期以来关系密切 两国的军方沟通更是频繁 以此更好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 另外 在此之前 以色列军方也很少会在国际场合 发表政治看法 那么 一直交好的两国 为何现在却剑拔弩张呢 请继续往下看 拜登上台以后 决定对伊朗采用怀柔的和谈政策 因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中俄两国 并且随着伊朗宣布石油交易 可以用人民币结算后 美国越加感觉 自己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威胁 要想在亚太地区 加大对中国的打压 就必须改变以往威逼伊朗的政策 一旦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结盟的话 就会让身处北美的美国 从此被排除在亚欧大陆之外 这是美国万万不能答应的 毕竟如今的亚欧大陆 可是世界的焦点所在 美国要还想稳固自己的世界霸权的地位 就必须对亚欧大陆 有一定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自诩为世界警察的美国 如果失去了亚欧大陆的霸权的话 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将会不攻自破 所以这样一来 就让当初紧密联系的两个国家 出现了根本利益的相斥 美国和伊朗和谈的话 伊朗的经济会迎来快速的增长 研制核武器也会成为顺利成章之事 如此看来 伊朗成为核大国将会是迟早的事 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话 对于以色列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原被伊朗因为没有核武器 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会被吊打 可一旦伊朗有了核武器 依仗比以色列大65倍的国土 即承受核武器打击的能力要大得多 这种情况决定了一旦伊朗成为核大国 以色列就会在军事上被伊朗彻底压制 并且在中东 伊朗与叙利亚黎巴嫩都是同一条战线的 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 将会自然而然的成为这些国家的领头羊 到那时伊朗再联合其他中东国家 一同对付以色列 对于以色列来说 那简直就是噩梦 所以拜登上台后 要与伊朗和谈 重返伊核协议的策略 让以色列极为不满 那这个伊核协议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以色列如此害怕 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呢 伊核协议是美国为了控制伊朗 放弃核武器研制的多国协议 假如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与伊朗和谈的话 对以色列来说 就会有以下不利因素 于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就意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全面解禁 对伊朗这样一个石油资源丰富 有八千多万人口 以及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来说 一旦接触经济制裁 其国力会飞速发展 二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就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减少 以色列进一步侵略 并吞并巴基斯坦的战略 就会被迫终止 以色列需要美国在联合国上 对其支持 但是只有美国和伊朗针锋相对 美国才会不留余力的支持以色列 这对于以色列来说 关乎自身的国家安全根本利益 因此在以色列看来 美国已经触碰了自己的底线 特别是美国为了他霸权利益 将自己弃之于不顾的行为 让以色列哪怕不惜一战 也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因此对于如今的以色列来说 如果觉得美国重返 伊核协议造成威胁提大 那么以色列有可能会通过 进攻伊朗来制造中东战争 从而将美国拖下水 再让美国自己出兵打击伊朗 以此给自己到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 这种可能性虽然是赌博 可以犹太人在美国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来说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对伊朗来说 以色列的这个公开威胁 必须直面回应 否则以色列可能 真的会出兵攻打伊朗 对于2021年3月15号 据环球网报道 伊朗在近日展示了 一座新的导弹城 在该基地内 存放着大量导弹和发射装置 这个行为引发了人们 对于伊朗与美国将会爆发战争的猜测 伊朗曝光自己的导弹仓库 是为了威胁美国吗 答案并非如此 对于代表着地球最强科技的美国来说 这些导弹根本威胁不到美国 其实拜登也不会对伊朗发动战争 现今看来 拜登对于是否重返伊核协议 还是犹豫不决的 毕竟无论是以色列 还是美国国内的犹太人势力 都对拜登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他不可能那么轻易就做出决策 除非他疯了 其实伊朗那么高调地展示自己 有如此多导弹的军火库 其实是对以色列 总是在国际上频繁发出军事威胁的回应 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以色列 你要敢打 看看这些导弹 你自己想想后果 所以 以色列想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也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博 谁都不可能轻易就做出决定 但在这种火药味十足的形势下 谁也不能够否定这种可能性 如今的中东地区 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一堂沼泽 谁去都有可能被拖下水 但这样的局势对于中国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打开新世界格局的机会 中国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改革加强国力 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影响力 例如今年3月27日 中国与伊朗所签署的 中医25年全面合作协议 让石油大户用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 就是最好的证明 要知道 美国能够维持如此长久的霸权地位 就是因为美元在与黄金挂钩后 又与石油挂钩 使其在国际上成为了通用货币 依靠美元收割着全球的经济 毕竟全世界都得用美元印的钱 而现在 从伊朗选择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国际贸易可见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新的世界格局也在逐步形成 而今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 对于中国来说未尝不是机会 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尚未建立 而如今 世界格局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若能好好抓住此次机会 充分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 和与多方建交的友好关系 在各国之间周旋 促进中东的和解 再利用基建和工业产品 打开中东的市场 在这里建立影响力 以此影射至全球 中国将迟早实现大国崛起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